《新視覺聽新聞》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詩詩 中共就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早前訪問台灣 拋出橫臺軍演和各種經濟制裁 並在國民黨副主席夏立信訪問中國的8月10日 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 這次是中共經過22年再次就《台灣問題》發表白皮書 白皮書是由中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及新聞辦公室發表 再次宣傳一國兩制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 中共在白皮書中聲稱因受各種内外複雜因素影響 反中亂港活動猖獗 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 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審時度勢 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 才令香港由亂到治 吹去中共依法治港治澳 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治遠 香港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 鍾建華直接指出 中共再出這些白皮書沒有意思 其實都不是給台灣人看 是做給國內的民眾看 在台灣哪裡有人理他呢 至於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驗 是否代表白皮書所說的已經破產 鍾建華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前 參加台灣的研討會或與官員見面討論一國兩制時 他們都會認真和來談 有人仍有想法 有人會覺得可以觀望一下 不過2014年之後 你再跟他們說一國兩制 他們自己都偷笑 陸委會的官員都說明 他們不會再對一國兩制有任何想像 鍾建華進一步指出 國民黨在這個問題上比較隱悔 但在港區國安法之後 前主席馬英九都說 國安法已經宣布了一國兩制的死亡 在台灣陸委會發聲明嚴正抗議 直斥白皮書整篇充斥一廂情願 妄顧事實的謊言 對侵犯台灣主權的粗暴行徑推諉奇哥 形容是北京當局粗制濫造的政治操作 只是為了在中共二十大前對內交代 一貫港大話的宣傳伎倆 嚴正聲明台灣堅持兩岸互不遞屬 堅拒一國兩制 在香港 港府主要官員紛紛發稿支持白皮書 包括特首李家超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偉 但是他們的支持程度各有不同 當中陳茂波是全力支持 曾國偉更是堅定支持 其他官員只是表示支持 李家超和曾國偉的聲明中 特別提到黑暴 兩人完全附和中共語調 李家超聲稱 香港能度過三年前外部勢力插手推波助瀾的 黑暴和港獨所帶來的破壞和威脅 傳來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 和中央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指的措施 時事評論員沈四凱指出 港府官員的回應和文革一樣 最高指示一聲令下表忠 認為香港2019年發生的事 令台灣很多人失望 因為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指台灣可以保留軍隊 但是香港之後的局面 在法律 教育 傳媒等界別不斷被清洗 還信不信台灣可以保留軍隊呢? 是不可能的 台灣大部分人也不認為台灣適合實行一國兩制 白皮書又提到 對台灣問題堅持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基本方針 但不承諾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動 絕非針對台灣同胞 並特別提到 非和平方式將在不得以情況下做出的最後選擇 推進組國和平統一的進程 台灣陸委會回應 證告北京當局立即停止對台武力威脅 並呼籲全球民主夥伴持續支持台灣 壓止專制政權軍事務盡 不負責任的嚴重挑釁 沈四海指出 近期中國針對台灣的軍演比過往嚴重 甚至有飛彈落過台灣上空 顯示中國的態度是不想以和平方式解決 發表白皮書意義不大 只是做樣給全世界看 在真寧面目上重新游上滑皮 聲稱以和平方式解決 沈四海分析 中共仍然稱要和平統一 是它在與美國建交的三個聯合公報中 聲明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估白皮書講和平統一是場面功夫 但是魔鬼在細節 中共眼中的台獨定義廣泛 不支持北京當局統一台灣 這些都是台獨 鍾建華說 白皮書內容沒有新意 全部都是舊東西 最新的是稱民進黨是統一過程障礙 必須清除 鍾建華反問 支持民進黨的人 是否要全部清除呢 他們現在是台灣民眾的多數 鍾建華分享他在2019年到台灣 出席當地活動 也拜訪過一些民進黨及國民黨的外圍組織及支部 形容國民黨的支部 外圍組織及智囊組織 都是老人家 反觀民進黨 有許多年輕、專業、學歷水平高的年輕人 有部分曾經在香港及中國進修 除得高學位 鍾建華指出 縱觀上述情況 可想而知 中共在台灣的統戰工作差不多全線崩潰 現在只能靠國民黨極少數人 加上一些外圍的黑幫組織、白狼等人 及靠一些紅色商家收購傳媒 霸佔輿論地盤 但台灣始終有各種不同信息 使得這些宣傳 假話敵不過事實 所以 加上香港現在的情況 在港一國兩制光復統一台灣 根本是自說自話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李懿、張英瑜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慶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語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